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郑春茂医生热爱美食 也喜欢摄影 他在一年半前把两个嗜好结合在一起 开辟了一个美食网上日志 走遍全新加坡品尝小贩美食 并且拍下照上载到网上 加上他的食品 分门别类 方便网友查询 每天的点击率平均达到8000个 一些小贩还主动要求郑医生在网上日志提到他们 希望能够刺激他们的生意 有些他们又说没有什么影响到 所以这个很难讲 但是多数的就是比较特别 比较就是说我放 要是要放到满分 没有满啦 但是4.75的话 多数的他们就有很多的很大的影响 这个坐落在牙龙 以螃蟹冬粉和龙虾面著称的主场大排档 在郑医生介绍后 生意增加了50% 还有印尼网友在看了网上日志后 特地飞来本地品尝他的美食 郑医生除了推荐美食 也不时给小贩们建议如何改良并且创造新的菜肴 例如这道龙虾冬粉 网友也在他的讨论区一起研究 怎样不再浪费卡路里在不好吃的食物上